演艺圈的经典刘家昌 昨天在小巨蛋举行他的风麦演唱会 每一首曲子都是快智人口 因此让台下包括了远东集团 董作徐旭东 还有吴伯雄等等小歌迷 听得是如痴如醉 没有华丽的打扮 刘家昌用歌声征服歌迷 配上后方大阵仗的弦乐团 经典歌曲一首首 让所有四五年级生听得如痴如醉 想不到我这把年级还能上台 还有这么多朋友买票来看我 我真的受不出的感情 站上小巨蛋再开唱 刘家昌依然饱到未老 而好友珍妮一上台 两人的搭合唱 更是让气氛再现高潮 不只台上精彩 台下也是重心云集 像是江慧 贾经文 杨宗伟 和台北市长郝龙斌等 都纷纷送上花篮 远东集团董作徐旭东 还有吴伯雄 甚至是电影《堵神》中的龙舞 也到场支持 不过开唱前随时不断的刘家昌 因为坚持不缴罚款欠额239万 遭到台北行政执行处限制出境 对此邱毅也为他抱不平 那一样公布民调嘛 为什么刘家昌10年前罚250万 那现在呢 这个马总统跟吕副总统 就是罚50万 当然刘家昌心里会不服气啊 音乐教父开唱 虽然争议已活泼 不过演唱会表演依旧魅力无发档 大家都再一次沉醉在刘家昌的音乐中 连线张女士近平台报道